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Ham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医美的凤凰电波 随着人们对美丽的追求日益增加 医美行业也逐渐蓬勃发展 其中一项被广泛应用的技术是凤凰电波质量 它能有效改善皮肤问题 如皱纹 痘疤和色素沉淀 然而 这项技术也伴随着一些后遗症 我们必须了解并预防这些问题 首先 让我们先了解凤凰电波治疗的原理 凤凰电波使用射频能量进行治疗 通过加热皮肤深层组织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从而达到皮肤紧致和修复的效果 这项技术的优点在于非侵入性 无恢复期和效果持久 然而一些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可能会出现后遗症 尤其是在操作不当的情况下 凤凰电波后遗症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皮肤烧伤 如果操作者未能正确掌握治疗的能量和时间 可能会导致皮肤受伤 烧伤可能会造成疼痛 红肿和水泡等症状 因此在接受凤凰电波治疗之前 患者应该选择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美中心 确保操作者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除了皮肤烧伤 凤凰电波治疗还可能导致色素沉淀问题 这是因为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热能 可能会影响皮肤中的色素细胞 这可能导致皮肤变黑或变白 造成色素不均匀的情况 为了预防这种后遗症 患者应该在治疗前告知操作者 有关自身的肤色和色素沉淀情况 以便操作者能够调整治疗参数 减少不良反应的风险 此外凤凰电波治疗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某些患者可能对治疗中使用的药物或产品过敏 引起红肿 发痒或测痛等症状 因此在治疗前 患者应该告知操作者有关过敏史 并进行相应的过敏测试 最后提醒小伙伴们 凤凰电波治疗是一项有效的医美技术 但在应用中也存在一些后遗症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 患者应该选择经验丰富的医美中心 确保操作者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同时在治疗前告知操作者有关自身的肤色 色素沉淀情况和过敏史 以便操作者能够调整治疗参数 减少不良反应的风险 只有这样 在追求美丽的道路上 我们才能获得安全而有效的结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